大清早永春高中的学生们 就聚集在松山奉天宫 准备参与环境教育走读活动 对于能够借此认识学校的周围环境 也来参加的永春高中校长张云芬 也相当的开心 我们自己在永春高中里面 可是其实都来上课 没有机会真的好好出来 看看周边的一个人文环境 还有他过往的一些历史 我相信经过今天的一个走读 孩子会对这个 我们自己学校的在地环境 会更有认同感 走读这两个字的字面意思 就是走到户外学习 新义区公所结合松山奉天宫 新义社大 西六基金会与永春高中 合办奉天成韵永春水水 环境教育走读活动 学生们也相当的融入 认识更多新义区的景点 永春这边有这么多 以前不知道的文化的遗产 就是对永春皮 还有就是刚才讲到的 等一下我们还要去什么医院的旧职 然后现在改成都市的更新的社区 我觉得蛮有兴趣的 我觉得比待在教室也好很多 因为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学校周边的生活 环境教育的部分对于新义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那希望呢在地的孩子们 对于这个部分呢有所了解 在新义社大郑老师的带领之下 学生们认识了奉天公 穿过福德市场 再到广池旧址和虎林街 还看到店家前面的简易绿化 从中认识更多关于环境的故事 开播大大北出院新闻藏的话 采访报道